哈喽大家好,我是范氏 今天为大家聊的话题 很罕见的不是一部作品 而是一个人物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老师天下第一 这个梗出自周刊少年帐不上连载中的校园漫画 我们无法一起学习 简称学不来 今天四月也播出了同名动画 老师指的是剧中的重要女性角色 童虚真东 是男主所在学校的女女老师 有着极富魅力的容貌和才华 以及平时端庄冷酷 却在男主和读者面前才会展现的另一面 堪称纠集的反插萌大杀器 在全世界范围都收获了巨大人气 不过很多人可能只是大概知道 他的人气很高 但具体高到什么地步 并没有实际的印象 而现在我就要告诉你 在前段时间的一次人气投票中 真东老师创造了历史 跟战博上的其他作品一样 学不来偶尔也会举办 针对剧中角色的人气投票活动 在2018年的第一次人气投票中 真东老师收获了5233票 以1000票的优势 超过第二名的古桥文乃 拿到第一名的宝座 这看起来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据 而到了今年 2019年的第二次人气投票 老师依然拿下了冠军 只不过这一次 传说出现了 真东老师的最终得票为 14598票 比第二名 有着作者亲女儿之声的文乃 高出了将近11000票 这个数字有多恐怖呢 首先 这类人气投票并不是你随便在网上点几家鼠标就能投的 而是要确确实实购买了Jump杂志 并花时间将附赠的投票券填写完整 在邮寄回Jump编辑部才能算作一票 也就是又花金钱又花时间 是含水量非常低 含金量非常高的投票类型 就连大名鼎鼎的海贼王 其最新的第六次人气投票 冠军陆飞也不过是11000票 而死神的最后一次人气投票 第一名日翻古东侍郎更是只有8000多票 现在再回去看真东老师的14000票 相信你就会有不同的认知了 然而 这个数字的恐怖远不止于此 提问 作为一部少年上的漫画杂志 在真东老师出现之前 Jump历史上 在校园类作品的人气投票中 获得最高票的女性角色是谁呢 答案是 草莓百分百的西野丝 5760票 被老师秒了三倍 顺带一提 大家熟悉的党政大作伪恋 其三大女主的最高得票分别是 小野丝5100票 万里花4500票 千集4400票 加起来都没有老师多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老师的数据放在校园慢赛区 已经完全是殴打小朋友了 而且是历史上的所有小朋友 那么 如果不局限于校园 和女性角色 而是将Jump历史上的所有角色人气投票 列一个总排行榜 老师可以在其中排第几呢 答案是 第12位 哎呀 看似好像连前十都没进呢 可是你再仔细看看 排在老师前面的 都是些什么神仙啊 孙悟空 贝吉塔 鹰木花道 飞村剑星 血涡名人 我的天哪 能跟这些全明星放在一起比较 就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了 更不用说老师的数据已经超过了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 大空翼 刘川峰 宇智波佐助 那当然 这里为了防止大家不必要的撕逼 我还是解释一下 这个榜单可以用来参考 但不代表排位靠前的人气就一定比后面的高 因为这里的得票数 其实指的是 这些角色在各自作品的人气投票中 拿过的最高票 所以会涉及到作品本身的总票数 和分票等乱七八糟的问题 比如网球王子和家庭教师 就是因为几个角色的人气都很高 结果互相分票 而学不来本次的人气投票 参与总人数并不是特别的多 也就两万五千多票 老师却能从中狂砍出一个历史级数据 恰恰是因为他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分票 而这 才是这一万四千票最恐怖的地方 垄断 让我们回到投票结果页面 虽然我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文乃党 但是我不得不再次痛苦地指出 第二名的文乃 足足被老师秒杀了一万票 接近五倍的票差 称得上是全方位的吊打 看我干嘛 你把我当垃圾 不是啊 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啊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没错 老师不止秒了文乃 他把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都给秒了 在本次活动中 除了老师 其余所有决策的票数 加起来一共是 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票 加起来都没有老师多啊 而更丧心病狂的是 老师的一万四千票 减去这一万一千票 等于三千四百四十一票 还是比第二名文乃高 最终老师在本次活动的总得票率 高达百分之五十七 一部作品的人气投票 由一名配角 垄断一半以上的票数 毫不夸张地说 这在Jump史上 乃至整个漫画史上 都算得上是前所未闻 史无前例 而且别忘了 学不来 是一部党真漫画呀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真东老师 会获得如此恐怖的高票数呢 首先 有没有可能是土豪真爱粉 靠疯狂买杂志 给他刷票呢 毕竟 除了死神的人气投票 是明确规定 拒绝一人多头之外 Jump的其他作品 默认都是不限制刷票的 毕竟你花的 也是真金白银 事实上 在伪恋时期 就曾有过著名的真爱粉 千叶线的YSong 一个人就花了几十万日元 给万里花刷了一千五百票 直接拉高了他的名次 不过前面也说过了 Jump的人气投票 不仅要买杂志 还要手写并邮寄 也就是想刷票的话 不仅要刻 而且要干 YSong就是靠一个人 手写了一千五百张券 才名声大震 所以正因为刷票如此之难 一旦出现又刻又干的真爱老 Jump官方一定会高调宣传 而本次投票中 老师比上次多出了几乎一万票 哪怕只有一半 五千张是刷的 那也是三倍的YSong啊 我不信编辑部会毫无动静 所以刷票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或者说就算有 程度也不高 那么 有没有可能是投票期间 动画和漫画的剧情 有老师加成呢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首先 动画第一季里 老师的戏份并不多 实际画主场回播出时 投票更是早就结束了 所以动画的作用 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漫画 确实有很多老师的单人回 给他拉人气 但《学不来》 是一部回合制作品 同样给其他角色 也安排了高光表现 所以正常的发展应该是 大家一起长人气 只不过老师长得多一点而已 然而 对比一下两次投票结果 我们却惊奇地发现 除了老师超级加倍之外 其他几乎所有的角色 都大幅度丢失了票数 这感觉 就像是大家约好了 一起背叛到老师阵营一样 这微妙的数据 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却始终找不到一条 能说服自己的理由 正当我决定放弃思考 将这个视频草草收尾之时 我突然 发现了一个盲点 这次的投票 真的是一次 人气投票吗 答案是 是 又不是 在找到本次活动的 原始规则页面后 我发现 这其实是一次 以人气投票为形式的 特殊企划 投票时 并不指头角色 而是要填写完 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角色 第二部分 在哪里 第三部分 做什么 而根据投票结果 作者会专门画一个特别篇 主题就是 这名角色和男主 在哪里 做什么 顺那一题 官方这里给的案例是 吻奶和男主在婚礼上接吻 哇 这会不会有一种清静的感觉啊 所以 这个投票 与其说是 投你喜欢的角色 不如说是 投你想看哪个角色 和男主 做什么 而最终的企划结果 也确实是 童虚真东 和男主 在游乐园 于高一高二时 约会 哇 最后一个真的好具体啊 真的不是作者黑箱吗 这篇特别篇 最终发布于漫画的 一百一十九画 我也有趣看 真的是超甜 老师也超可爱 而为了让男主 和高中时期的老师约会 作者还特地安排了 穿越戏码 直接变成魔幻爱情片场了 所以总而言之 我认为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规则设定 才导致了 如此奇妙的票数流动 证据就是 相较于通常的人气投票 本次活动的冷门散票极少 98%的票数 集中在前六名 女性角色身上 毕竟大家都想看 他们和男主干点啥 而男主的票数 则直接暴跌70% 毕竟大家都不想看 男主自己和自己干点啥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先不说本来就如日中天的 老师党大军 光是其他一部分 本来不会特意投票的 无党派人士 和一部分 本来会投给自家的 有党派粉丝 临时跑去投老师 也就不难理解了 毕竟 你想让我投票给老师 这是对我的侮辱 我本想这样大声斥责他 但老师的JK形态 实在太香了 好的 以上分析 纯属娱乐 事实上 这种人气投票本身只是面向 会购买JK的一部分日本读者 所以样本并不具有普遍性 大家看完视频 乐呵乐呵也就行了 至于投票结果 是否真的会影响到 后续的剧情走向 让老师成功上位 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 今年下半年 学不来第二季动画 即将在十月档继续播出 更多真东老师的精彩表现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么本期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期视频做起来 真的是超级累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硬币收藏推荐 三连支持一下呀 而想收看更多 ACJ领域的曲纹资讯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好的 我们下期见